为Computex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科技部部长吴振忠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在线上见面 过去一年多来由于COVID-19疫情的爆发 我们的生活跟经济都面对极大的挑战 是全球非常辛苦的一年 但在面对挑战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科技的重要性跟影响力 不论是疫苗的开发 远距工作的支持与人与人的沟通 科技都扮演着非常大的角色 面对这个突然的挑战 台湾在自动讯科技、ICT能量的投入跟协助 不可否认的在世界经济附属跟产业的发展上 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在疫情的危机当中 台湾除了展现半导体、自通讯等科技产业的实力 来支持全球数位经济的发展外 更在半导体、自通讯安全、精准健康、先进网络、数位转型 以及6G等前瞻科技 加强与产业界、学术界合作加速投入 作为后疫情时代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最近有数十位细股与国际知名创业家跟投资人 相机来谈 证明了台湾的优秀科技人才 完整的产业上下游 还有适当的市场规模 与地理位置已经成为国际最佳的创新发展和试验的场域之一 就如从过去CounterTex的成果一样 我们期望台湾的科技产业与新创能量 不只是全球供应链的好伙伴 更是未来推动数位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各位朋友 疫情虽然让我们暂时没办法和大家在台湾见面 但是科技一样可以将我们园结在一起 相信透过今天Computex线上展览 各位朋友可以看到更多来自台湾与世界各地的创新科技与产品 期待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在台湾见面 谢谢 Welcome to Computex Cyber World Computex Cyber World